哈喽大家好 我是艾爾床羽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位作曲家兼演奏家的 內伯伊莎 紀夫科維奇 內伯伊莎 紀夫科維奇是一位出生於義大利旁邊一個國家 叫做南斯拉夫的德國籍塞爾維亞裔 而這個南斯拉夫根據維基百科是已經被分割了 因為在這之前南斯拉夫就經常爆發出內戰 使這個國家分裂出北馬奇頓 塞爾維亞 波士尼亞 赫賽哥維納 克羅埃西亞等多個國家 而內伯伊莎 紀夫科維奇不只寫過許多的母親演奏曲 還寫過許多的管弦樂團演奏曲 其中伊莉亞斯這首更是他的母親演奏曲中的經典 而這位作曲兼演出家 在德國的曼海姆和斯圖加特獲得過作曲、音樂理論和打擊樂的碩士學位 真的是非常厲害 而他同時也是一位猛男 所以他就覺得市面上的琴錘太輕了 他沒辦法駕馭那個太輕了 所以他就自己有出一款非常重的琴錘 而他所表演使用的琴也是由日本山樂樂器 也就是亞馬哈特別為他製造的一台馬鈴巴 可謂是馬鈴巴界中的史特拉底瓦里 順帶一提 這個史特拉底瓦里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意大利樂器製造者 他流傳到現在的樂器一共有六百多個 其中五百多個都是小提琴 所以他製作的小提琴也可謂是世界上最貴的小提琴 回歸戰傳 內博伊莎季夫科維奇 他也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忙的打擊音樂家 因為他目前在每年有要在五十多個國家 將近三百場的演出 他同時也是十九世紀後 少數作曲兼打擊演奏的音樂家 他也經常在美國、日本、台灣、韓國、拉丁美洲、俄國跟北歐國家演出過 他甚至在維也納的音樂廳舉行過個人音樂會 也來過台灣的國家音樂廳舉行個人音樂會 可謂這二十年影響打擊樂最深的音樂集啊 真的是滿滿的佩服在佩服 佩服在佩服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